早上朋友大家好 我是蟹肉年蟹老师 现在开始我们8月2号 早三年转说麻视频 那我们先看盘 这个大盘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盘不用看 它就是这么鬼混 你说它混得上去吗 它应该混不上去 因为全资股不会动 全资股台积电 然后什么联电那些 基本上现在基本上 大家已经普遍认为 应该说了 其实就算他们都说第三季 还是产能板宅 但是其实 那个长月就到第四季而已 明年基本上就在调库存 所以现在为什么不会动 反映明年的事情 好不好 现在反映明年的事情 半导体都一样 但是 我不是说他们会大跌 而是他们跌下来之后 其实就是大家已经知道 他们在跌什么 但是你现在在这个位阶 你说要有利多让他们涨上去 这没什么利多 没什么利多 这个怎么涨 所以你说指数的部分 会不会大涨 应该不会大涨 继续鬼混 那继续鬼混 好不好 大家很好 你看今天的盘式 我们看一下外资跟投信的部分 我帮你们发觉一件事 就是今天外资投信 我们这样切好了 你看这个振滑店 然后什么自身绒钢 这些全部都创新高 对不对 还有什么 什么见准 见准还没有 但是刚刚我们看到 一直转油 然后其他的像 那个什么利端的部分 也就是说 其实盘面上 这种法人在买 都会创新高 都很强 跟大盘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你看这个振滑店 工业电脑 对不对 我们看配合着一直转去看 有没有你会发觉 像今天的部分 其实光盛跟高利 其实这两次算有点投机 那个短线涨幅有点大 短线涨幅有点大的话 我只能说有回到10线左右 就如果强势股回到10线左右 或者有回到月线左右再去买 这个地方追 可能会洗来洗去 好不好 可能会洗来洗去 但是我们看这个利端 利端工业电脑 对不对 应该这么讲 今天工业电脑像什么 振滑电脑广机兼 全部都创新高 振滑电广机 全部都创新高 这是什么 8050 这广机 奇怪这为什么 广机创新高 811是振滑电 创新高 然后625利端 创新高 全部创新高 也就是说什么 前车往工业电脑在那边挤 前车往工业电脑挤 我们今天按到利端 对不对 那就利端 当然广机 其实广机我认为也不错 但是他这个就这样子 一天买一天买一天 我这边洗来洗去刷来刷去 这是股票当冲 就冲来冲去 自己都很冲 所以如果说以这部话 就是广那个利端的话 可能会稍微OK一点 而且通常利端 是有那个车用的题材 利端它有车用题材 还有那个车用自家 那个电脑 现在在大陆那边 做验证的部分 这次可以看 那其他像这个见准 通常见准也是一家好公司 但是我们刚刚是不是看了 今天法人在买什么 买工业电脑 见准是散热 那散热的话 来看一下这个骑鸿 好不好 骑鸿是好公司 但是这个头信买了20% 我不知道好会买得上去 那再看这个双红 3324 没丁当 所以变说 见准思跑公司 是好公司 但是他有没有族群性 不好意思 他没有族群性 目前来看没有族群性 他单兵作战而已 所以如果要看族群性的话 可能就是什么 可能就利端的部分 好不好 就是如果所以这样来族群的话就利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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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所以这样来族群的话就利端